尽管台湾防疫单位曾经预言,H7N9迟早会进来 不过两岸交往频繁不同以往 陆客和台商成为高风险感染对象 面对已经到来的五一长假,香港更是高度警戒 毕竟港台十年前都因为中共隐匿SARS而深受其害 接下来的新闻专题我们带您聚焦比较 两岸三地的防疫体系 台湾第一例的境外移入H7N9流感确诊的病例 台湾确诊第一例H7N9禽流感 患者是一名53岁的苏州台商,病况危机 H7N9这个被称为最凶猛之一的病毒正式登台 境外移入的H7N9个案 会在台湾出现是意料中的事情 只是这个出现的过程里面 在我们台湾要能够把它侦测到 而且做最好的处理 那首先呢,让我吃白鲜 台湾在中国对外通报H7N9流感病例之后 启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将H7N9列为法定传染病 同时也启动疫苗研发 在可能有病人进入的机场入境处 以红外线监测旅客是否发烧 对陆客团的健康管控 由导游负责通报 不过,两岸交往频繁 光是一天就有五六千名陆客造访 面对百万台商与家属来往两岸之间 让防疫更是难上加难 而第一例案例发生的4月24日这一天 正好是台湾和平医院爆发SARS十周年 时机巧合增添不少想象 而与中国大陆往来平凡的香港 十年前同样在SARS事件中深受其害 对于此刻H7-9情流感的防疫 一样绷紧神经 首先对于大陆进口的火机 香港政府采取逐批抽烟 面对有大量陆客涌入的五一长假 也传出要求限制陆客数量的声音 五一黄金周已经来着 那个人流 我们很多很多的旅客 是来自华东的 我们反过来 香港已经有颇多的旅行团 说本来想去大陆玩的 就是去华东地区 上海浙江等等 都取消了 我们香港人不想去 但是他们很多来 我当然你会说 仍然是没有人传人的特别的证据 但是三个月前 你连医生都未知会有H7-9 就在港台严密戒备疫情时 中共卫生单位 却把每日通报病例人数 改为每周通报 遭外界批评当局 刻意淡化疫情 中国他们习惯性的野蛮疫情 这是一个常态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中国有个卫生部长叫张文康 他就在4月 我觉得应该是4月7号吧 他就讲一句中国没有疫情 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是 中国把这个病人放在公车巴士上面 跑来跑去 所以WHO专家去的时候 就看不到病人 尽管有舆论认为 中国这一次在疫情讯息上 比十年前公开 不过仔细探究 可以发现 中共官方媒体 给外界最多的资讯 竟是一幕幕病人康复后 歌颂政府的画面 但病人必须自己背负沉重医疗费用 却是隐藏在暗处外界所看不到的 所以就传出有中国民众 根本舍不得花钱看病 也因此让外界合理地认为 其实在中国患H7N9的人数 可能比现在还要多得多 前天碰到一个香港的 他说他们的报的data 乘以5乘以10都不为过了 假如把前中国大陆人 每个人去测血清 去做的话 可能委员的答案 也有可能是正确 但是因为都没有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的昏幕 被监测的昏幕不多 所以你所看到的 就是大家讲的 这就是冰山的一角 H7N9从中国流行以来 到现在将近一个月 但病毒的传染途径 外界还是物理看花 各方对病毒的解释 意见分成 而病毒的传播源头 中国大陆 究竟有没有诚实 务实地着手防疫工作 就成了眼下防堵疫情的 重要关键